狗狗身上不知道哪疼 一碰就叫 在我们日常里面呢 疼痛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去观察到的一个情况 而狗狗 它不管是在走路的时候 起立的时候 奔跑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出现尖叫 但是它们往往代表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比如说 有的时候是打完针 或者打完疫苗以后 后面的两到三天 它会突然出现莫名的叫 或者自己起身 或者你碰它的时候它叫 这点是有可能是打针不为疼痛的 因为每个狗狗 它的一个疫苗 它吸收的一个速率 或者是能力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局部的肿胀 它会持续的是一点久一点 这个一般不用去管 它自行吸收好了 两天以后就正常了 还有的时候是起立的时候 它会有尖叫 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的是骨关节 或者是韧带性的一个损伤 或者有的时候 它的尖叫是不自觉的 或者是走起路来以后 它还会发生尖叫 或者是造成了织薄 或者等等其他的行走出现障碍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忆到一些关节 或者是神经痛 所以尖叫有不同的一个状态 那么从小的 比如像打疫苗所引起的 再到严重的会影响到神经 压迫到神经的 这一点一定要做好好鉴别区分 耽误了时间 也有可能就会影响最重的治疗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